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留下来很久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痛苦 这个祖先留下来的土地我们不能帮他争取回来 这个是有一点对我们自己本人本身 这个连心战会有很多好像对不起我们的长辈这种感觉 为了追这个案子的办理情况考量到部分事情涉及中央的权责 离清问题贞洁的所在 议员李养生以及陈志荣去韩邀请相关单位一起开会讨论 离清战地政务实施期间 军方取得私有土地的方式以及过程 是否符合法定的程序有没有瑕疵并且侵害人民的权益 如何寻求补偿以符合政府转型正义的宣示 今天的协调会是希望立法委员以及执行机关 县政府能找到一个釜底抽薪的有效方式来解决问题 重点是在要解决问题 离岛建设条例班刑已经二十多年之久 并不能平复明硬和满足人民的期待 澄清书院者比比皆是可见当时的立法不够周全 以造成你今天的结果 帮民众我们金本乡亲解决这个土地的问题 那我基本上刚李远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应该要找到一个比较有效率 因为金本乡亲普遍都遇到这个问题 包括我自己的家族都有被军方占用的土地 那为什么投诉我们的代表 我们每一个有效的窗口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议长洪云点认为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已经在民国106年12月27号公布 威权时期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不法行为和结果 金门土地问题累积的明月由来已久比比皆是 为了平反还原历史的真相 并且促进社会的和谐 议长呼吁金门县政府主动为民做主 协助公布事实的真相 并且请中央正式民意 而且立刻修法补偿人民的损害 还给人民一个公道